中南部天氣上就是比較穩定的 我們先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一下台灣附近的環境 那今天台灣附近之所以會吹東北風 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在中國的華中有一個大陸高壓 那它帶來的東北風今天持續影響到台灣地區 因此在雲亮方面我們從雲圖上面也可以看到 迎風面的北部東半部地區雲亮還是比較多的 甚至是在大台北東半部地區還是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而至於新竹以南這邊的雲亮上就比較偏少 天氣上甚至是比較清朗的 也因為是這樣子所以今天的溫度也是呈現在北部東半部比較涼 但是中南部還是比較悶熱的一個狀態 我們預計這樣子東北風的形態明天還會持續 所以明天同樣在北部東半部雲亮比較偏多 尤其是在大海北東半部地區還是會有一些飄雨或者是小雨的現象 那請大家要特別留意 而至於在桃園以南地區大致上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那甚至在中部的山區南部比較靠近山區的平地呢 也會有一些午後的鎮雨發展起來 不過降雨上還是比較零星 那也因為是這樣子所以在雲亮比較多的北部東半部 明天白天高溫大概是在26、27度 比今天稍微回升一點點 但是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舒適或比較涼一些 而在清晨的溫度在北部很有可能會在19度到21度之間 感受上是比較涼的 而至於在中部跟南部的話 白天因為太陽照射的關係溫度會來到30度以上 那同樣的清晨的溫度也是比較涼一些日夜溫差比較大 這部分要請大家特別留意 而至於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剛好提到這個大陸高壓它帶來東北風 那後續的話其實還會有大陸高壓持續的南下 所以這樣子東北風的狀況其實要持續未來一整個禮拜 因此我們要提醒在迎風面大海北東半部地區 在未來一個禮拜可能都還是斷斷續續有些短暫雨的現象 不過水氣在禮拜三到禮拜六有機會稍微少一點點 禮拜天之後水氣才會再度的增加 那目前陽面上的話是有兩個熱帶系統的 不過距離台灣都蠻遠的 所以對台灣天氣不會有影響 那以上是目前的天氣說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